明年2024年的舞曲是画科的 什么叫画科 名声其实比钱重要 所以当你赚了钱变成守财奴 或者赚了钱伤朋友 有的人是赢钱输朋友的 这就糟糕了 所以这时候输钱赢朋友才是对的 钱拿来做人脉 做名声 守财奴你这个钱就白赚了 赚了钱拿来把人脉打通 你的人脉存责越来越多 绝对未来比钱还好 朋友如果在今年觉得自己凡事不顺的话 我们来看看 藉由此威命格在明年 能不能谷底翻身 来张森苏老师 好来 2024年马上就到了 对不对 你看又是农年又是假年 等于十个天干又从头开始了 所以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明年的流年的位置在成功 成功 你看像圣梅的成功是太阴 太阴跟文曲 对不对 这里这里 对 那国币你的成功有颗七上 对的 这个叫成功 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是有五曲星的朋友 五曲星这颗星我们就已经讲是财星了 所以当明年中了这颗财星 赚钱当然不在话下 可是要注意的是 明年2024年的五曲是画科的 什么叫画科 名声其实比钱重要 所以当你赚了钱变成守财奴 或者赚了钱伤朋友 有的人是赢钱输朋友的 这就糟糕了 所以这时候输钱赢朋友才是对的 钱拿来做人脉 做名声 守财奴 你这个钱就白赚了 赚了钱拿来把人脉打通 你的人脉存责越来越多 绝对未来比钱还好 所以五曲在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不要当守财奴 好 再来 是破军星去落入了成功 都没有 没有 好 这颗星2024年的破军是画权的 它延续到2023年的画鹿 你看画鹿 其实紫围斗树的四画很有趣 它通常画完鹿以后就画权了 为什么 因为古人认为赚了钱 有钱 就是要做官 对吧 所以画权 我要掌权 有钱有事了以后 接下去就画鹿 还要让大家都知道我 可接下去就画剂了 为什么 你赚钱 有钱有事 可是你慢慢得罪人也多了 所以小人也就出现了 所以你看这种路权科技 其实它是一种循环的一种过程 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 那么2024年因为破军画权 注意破军并不爱画权 因为破军这个破字代表什么 喜新厌旧 我就喜欢玩新鲜的东西 可是今天我成功了 我画鹿了 你要我一直专心只做这件事 他就觉得好烦 所以不耐烦 一直画权的概念就在这里 既然你今天成功了 你要不要稳定下来 把这件事做到好 做到极致 而不是觉得没傻味了 要再玩了 所以能够把这个想法一改变 这时候画权对你就有好处 否则破军你又开始找新方向的时候 原来累积的东西可能就会消失了 所以这个部分也要注意了 好 再来第一名的是 联真心落入到了 成功 国毕你有啊 你看你的对公 对公 对公是不是有一颗联真 有啊 所以这算 有啦 这样有啦 这样就算了吗 不要 不要就给赌龄哥好了 你给亚兰好了 可是他谷底分身我都很好了 不用翻了 不用翻了 对不对 他要翻去哪里 好 好 联真这颗心 2024年是画路的 是赚钱的好机会 赚大钱 最难忘 但联真这颗心 联结又忠贞 对不对 贞的意思是什么 正 要行走正道 是 也就是说今天 你在事业上要坚守你的本业 好好把它做起来的时候 你看 刚刚讲坚守正道 还贪钱 半面又睡下去 这样不太好 对 很棒 对不对 所以这颗心 恭喜国币了 国币是属兔 对 本命年 本命年 对啊 今年本命年 而且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但是你说 你在年头的时候 你就已经安了太岁 那叫年初好不好 年初 叫年头 年头 年头台语怎么讲 年头啊 年头讲讲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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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 年初的时候 你就安了太岁 一人 我的台语人 我会自动转换啊 对啊 你就已经安太岁 然后你觉得今年兔年 你整个都觉得很顺 对 其实满顺的 但因为我可能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接了一个那个 迷世的八点档 然后就拍了一年四个月 就前一阵才杀青 那其实我也知道说 本命年一定要去安太岁 那在就是过年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也确实就是去安了太岁 然后去安太岁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那个里面那个 我们那个拜的那个庙里面有 寄公司不会下来办事 然后他有跟我讲说 你今年要注意车官哦 我说好我知道 其实我开车本来就是 奉公守法也不会开太快的人 不是 我对 就像我开车 我是属于那种观光傲行的 对 没有在开 就慢慢开这样对不对 慢慢欣赏 就一面看一面看风景那种 对 所以就想说 顺顺的也快要准备迎接 龙年了 对 所以 但是没想到就前一阵子还是 就是那个 酒驾 对 被抓 对 但其实我要奉劝大家 因为我那时候是喝了一点点酒 然后又休息了大概快两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想说我是很清醒的 我应该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自己开车 然后就到了那个 忠孝东路建国北路那边领检站 他说 请问有没有喝酒 我说我刚刚有喝一点点 他说那你下来好了 就旁边停这样 然后下来就看到我说 怎么会是你啊 你刚刚喝多少 我说我这喝一点点而已 然后问我要不要据册 那现在据册现在法令就是 问他问你要不要据册 对 我干嘛 他我们可以据册 但是据册是要罚十八万 几万 十八万 据册十八万 以前是九万 然后后来今年七月 改成那个十八万 那我当然要测啊 对 我想说我应该是 而且休息了两个小时 对 我想说应该是 是不会有这个酒精反应的 那你没有像人家 那个社会新人说 等一下 他等我一下 灌三瓶矿泉水 然后一直跑 那都没有用 我要顺便告诉大家 因为我以前 我们以前都觉得说 我多喝点水 然后或者流流汗 它可能就代谢掉了 对 那我去上课之后才知道说 我们的这个酒精浓度的标准 是全世界算最低的 台湾啊 台湾 已经是最有人情味的 不不不 是 你只要 最严格啊 基本上你只要 最严格的 你只要有碰酒 你就是不要开车 是喔 因为有的人可能喝一碗 麻油鸡啊 加母鸭啊 那个都不行啊 就不行了 那里面有酒 对 然后呢 我听到的就是 我们那个用吹 就是那个酒车是用吹的嘛 那其实我的 我的意思是非常清楚 可是在我们的这个肺的气泡 有酒精成分 他就测得出来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就是 结果你测出来是多少 零点三二 那就要罚多少钱 我是被罚四万块 那也比据测好 但是超过零点二五 是公共危险罪 所以 有前科 有些人据测就是 他哪有前科 他就烧炭而已 那也不太行 公共危险 公共危险 已经算是有刑责的 但我还好就是 也蛮庆幸的啦 就是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 可能去伤害到别人 或伤害到自己 是 对 对啦 这也算是一年里面 幸运中的一个小小的不幸 还好 但是要警惕啦 真的真的就是后来就要告诉大家 真的就是只要碰到久就不要开车 就是说你这整年其实算是顺的 说你现在还有在卖行车记录器的副业 对 就是跟这个红毛哥 然后他有在做车内的一些 多媒体影音的一些设备 然后他我们现在有 就是有 就是也算是台湾的牌子 然后他研发了 这个行车记录器是还满 满不错的 他可以前后都帮你做露营 然后甚至你在熄火的 你已经 你车子是 熄火没有在使用的状态 只要车子有稍微被碰撞到 或者是有震动到 他会马上再帮你开启露营的 一个设备 我那天看一个新闻 大家注意喔 有一个男生 他不知道 那个特斯拉也会有这个功能 对 他看四下无人 他在车子旁边尿尿 直接被露出来 而且就真正特性 好丟臉 真的 然后更惨的是 是冬天 然后他人家po出来的照片说 打了一点点的马赛克 就没看见了 原来你是在 你要讲的是这个喔 天哪 他人要在乎那个 对啊 现在不要在车边乱尿尿 是啊 那其实这个就是 反正就是要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别人 也一样意思 好 那你们这一套卖得很好 卖得不错 他听说薄利多销嘛 薄利多销 对 我去 我因为其实现在新车都会有 有附这个所谓的行车记录器 我就是都跑二手车的市场 然后负责业务的部分 所以我就全省各地 只要有二手车买卖的这个车行 我都会去拜访 做丐务就对了 对 要喝烤酒吗 就是因为这样 这会被抓到 不是 我不是因为跟那种 二手车行喝烤酒抓到的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开车嘛 所以我现在酒肚电肚变得更多 因为大家常常说你不... 以前会有说我今天开车没办法喝 现在大家说你又不用开车 可以喝了 酒脱变多 但是财也应该有进来 有慢慢地进来